Hello,大家好。Windows 11.24H2已推出一段时间。许多朋友可能已经升级。但还有不少朋友,在升级过程中,可能会碰到视频中显示的错误。提示此版本的Windows不支持该处理器,然后上网搜索并尝试了很多种方法。 比如使用Lufus克鲁ISO镜像,或者使用CMD通过命令进行升级。可能有的朋友通过这两种方法,将系统成功升级到24H2版本。但仍然还是有不少朋友,使用这两种方法,也没有任何效果。 看完今天的视频,小妹保证100%可以升级到24H2。为什么敢这么肯定?因为不能升级的电脑,大多数都是很老的CPU处理器。 甚至有十几年前的CPU。但是即便再老,至少也是奔腾后面的处理器吧。那大家看一下这台电脑的CPU。Pentium 44151。怎么样?够老了吧?再来看一下当前的系统版本。 现在是不是有信心了呢?看完今天的视频。绝对可以让你将原汁原味的Windows 1124H2升级成功。 因为没有升级成功的朋友,电脑配置因人而异。所以,今天的安装就从微软官网的原版镜像开始。 前不久,微软刚刚发布了Windows 1124H2支持CPU列表。在电脑升级之前,也可以先去微软官网查阅一下。 看看自己的CPU是不是在支持的范围。如果不在其中,就可以按照今天的方法进行升级。 这个是微软官方Windows 1124H2的官方镜像。这个镜像包含了2025年2月份的补定。 直接双击镜镜像加载到虚拟光区。双击Setup.exe。 点击是。 更改安装程序下载更新的方式。 选择不是现在。这样可以避免升级系统时。 后台直接从微软服务器下载更新补定。减少升级所需的时间。 点击下一步。 现在已经出现错误。 点击关闭。 现在回到镜像文件。 使用任何解压缩软件对镜像进行解压。 复制解压后的目录路径。 打开CMD命令提示符。 在CMD中进入镜像的解压目录。 输入视频中的代码。 这里有个报错。 因为镜像放在地盘。 所以要先在CMD中切换到地盘。 再次运行安装代码。 更改安装程序下载更新的方式。 选择不是现在。 点击下一步。 显示这个界面就预示着有希望升级成功。 点击接受。 保留文件、设置和应用。 点击下一步。 点击安装按钮。 现在已经开始安装。 但是在这台电脑上。 安装一会儿就会报错退出。 如果您的电脑也已经到了这一步。 可以继续等待。 看看是否能够安装成功。 如果也有报错。 那请继续看下去。 这里我就直接点击取消。 切换到CMD命令提示符。 进入Sources目录。 输入视频中的代码。 又开始一轮新的安装过程。 又开始一轮新的安装过程。 请不吝点赞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直接报错。 关闭安装窗口。 最后来上终极大招。 这里需要替换一个文件。 这里可以看一下这个文件的属性。 0KB。 也就是说这是个空文件。 所以完全不用担心有任何风险。 复制这个文件。 进入到镜像解压目录的Sources文件夹。 将刚刚复制的文件粘贴到该文件夹。 并覆盖同名文件。 现在返回CMD命令提示符。 再次运行之前的安装命令。 如果出现这个窗口,请注意。 按照逻辑,应该选择从头开始。 但是我第一次升级时。 安装到一半就报错了。 最后重新启动计算机。 才顺利升级成功。 点击下一页。 更改安装程序下载更新的方式。 选择不是现在。 点击下一步。 点击接受。 保留文件、设置和应用。 点击下一步。 点击安装按钮。 当再次看到这个界面时。 就可以等待系统自动升级。 升级过程中会重新启动计算机。 请提前对需要的文件进行保存。 最后,祝大家都能升级成功。 别忘了一键三连哦。 能超再来下载。